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这台手机 是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OPPO的Find X7 Ultra 这台手机个人感觉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其实我也是比较期待这台手机 因为我之前在用Find X6 Pro的时候感觉挺不错的 它的主摄的规格也是1英寸的X989 超广角和3倍的长焦都是1.56分之1的Smos 我之前也做过横屏的对比跟小米的13 Ultra 还有Vivo的X90 Pro Plus 会发现尤其是三倍的焦段 由于它的底比较大 光圈也比较大 所以拍摄出来了人像效果很好 去年在泰国的时候我也做过一个跟降级的画质的对比 直出的效果都挺让人满意的 相比之下的话 小米这个13 Ultra它的三倍的长焦效果就比较差劲 而且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Find X6 Pro的三颗镜头都是可以支持Log的拍摄 而Find X6 Pro如果你使用电影模式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的焦段都是可以开启Log的 这一次的Find X7 Ultra 看参数的话会发现这回多加了一个镜头 是一个潜望的长焦 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跟小米的13 Ultra 在焦段上就没有差一个超长焦了 因为我日常在出去旅游拍摄的时候 发现这个超长焦用的还挺多的 相比于之前的X6 Pro 这回的X7 Ultra跟13 Ultra的长焦上又没有短板 本身它的三倍的人像效果又比13 Ultra更好 所以如果只是纯看参数的话 那么想象中这回的X7 Ultra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台完美的摄影手机 可以说称得上真正的摄影大师 而且这次X7 Ultra的发布时间比小米的14 Ultra更早 所以在过年这段时间我就可以不用带相机 到处玩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 但是在X7 Ultra发售以后我第一时间入手 到现在这么一段时间使用体验了以后 我以为这台就是我满怀期待的真正的手机影像旗舰 结果我发现它就是一坨大便 而且是非常昂贵的早产的黄金大便 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 我在讲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台大便 原因之前我首先要喷那些做这台X7 Ultra首发评测的人 你们他妈的真的仔细用过这台手机吗 这台手机这么多明显的缺陷 你上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够发现的缺陷 他妈的一个字都不讲 收了OPPO的钱只做推广只讲优点 真的不要脸 然后我就要说一下OPPO这个厂商 真的 原本XX6 Pro上本来应该有的功能 在X7 Ultra上都没有了 我给你们来看一下 在进到专业模式以后 在上面是可以选择JPY和RAW格式的 之前的X6 Pro的RAW Plus 之前我们在比较X6 Pro的时候 发现RAW Plus相比小米13 Ultra来说 表现的不是很好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并没有自己买X6 Pro 我还当时真的满回期待说 OPPO的下一代的产品 能够把之前说的RAW Plus的问题 不说跟小米13的UltraRAW打平手吧 你至少要把之前像素对不起 画面拍出来胡了八击 以及像素偏色的问题给修复了吧 OPPO你X的怎么解决的 直接把RAW Plus的功能给删掉了 然后视频的专业模式 就是这个电影模式 我首先不说在这个模式下 不能够选择4K60帧了 就是连Log这个原本X6 Pro上有的功能 这回X7 Ultra也没有了 也没给删掉了吗 而且我在外面就拍了一条视频的对比 你看这个防抖什么情况 晃得跟我得了帕金森症一样 我这是6999买的512G的顶配 不仅功能性能 相比于X6 Pro没有任何的进步 结果还少了一些功能 而且送的这手机壳也太太丑了吧 本来这么好看的一个机器 这么丑的一个手机壳 我去拼多多上17块钱 买的这样一个手机壳 都比原厂的手机壳好 你说这手机壳到底有多少沉稳 送了这么丑的一个手机壳 所以7000块钱就这一坨屎了 做首发评测一直吹的那些博主 你们的良心都在哪呢 骂完了他们以后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你会发现 我下滑以后和X7 Ultra这个功能菜的 你会发现跟X3 Ultra 差了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动态照片没有 声控拍照没有 声控拍照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像我们在外面做自拍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把我们拍照 我只需要点这个声控拍照 然后站得很远的地方说拍照 或者说茄子 它就会拍照 你看我说拍照 茄子 你看它就会拍照 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它7 Ultra就没有 还有它虽然说有间隔连拍 大家看一下 我打开以后 它最高的拍摄章数竟然限制到50张 而X3 Ultra它也有定时连拍 你会发现打得最高 可以不限制拍摄章数的 所以如果你拍延时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普通的拍照 专业的模式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过的 大师模式 RAW Plus没有 而X3 Ultra在专业模式下 你是可以选择这个 Ultra RAW的模式的 然后我在外面 在做对比拍摄的时候发现 如果你一段时间 不用这个应用的时候 或者说休眠了 或者说把屏幕关了 它会自动还原到 选择JPEG格式 如果有些对比发现 它竟然没选择这个RAW格式 真的让我很生气的 而且在这个RAW格式的情况下 也没有像X3 Ultra一样的 5000万像素的Ultra RAW格式 你在高像素的情况下 它是没有RAW格式的设置的 然后是延时摄影 可能很多人都不用 但是对于我的外出旅游的话 经常是拍延时的 你会发现它这个界面 非常的简陋 只有拍摄了间隔 其他的设置一概没有 但是小米的这个延时摄影 你会发现这边 是可以有很多的选项的 你可以选择最终的成片的分辨率 你还可以选择专业的参数 可以控制它的曝光 ISO什么的 你在外面如果拍摄场景 光线变化比较剧烈的话 它就不会一闪一闪的 包括刚刚我们说的 间隔拍摄 它也是限制章数的 这个延时在X7Ultra上 就完全没有办法用 视频拍摄方面 我就不说拍摄的分辨率 最高只能拍摄4K6帧 小米这边可以最高选择 拍摄8K的视频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一般日常拍8K比较少 4K6帧是OK的 但是拍摄视频的时候 电子防抖是没有办法关掉的 虽然说你看到上面 有一个防抖的开关 这个其实是打开 超级防抖这个功能 它是没有办法完全 把电子防抖给关闭的 所以你不管是超光角 主摄还是橙角 它都是会有一个 电子防抖的剪裁的 如果你想要关闭 这个电子防抖 你就只能够使用电影模式 在最组侧这边 有一个相机的防抖的开关 当你点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视角是有缩减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打开 这是关闭 你会发现 它的拍摄的视角 会更宽一些 这就把它的电子防抖 给关闭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用满 整个Smos的所有的相场 但是在电影模式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 它只能够拍摄2.4比1 就是电影的画幅 没有16比9的画幅 而且没有4K60帧 但是小米的 专业模式的视频模式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完全的 把电子防抖给关闭的同时 你可以拍摄4K60帧 甚至可以拍摄8K的视频 主摄 而且还有log模式 我们之前给大家对比了 它的log模式的 动态范围很高 插销 它的log功能也给闪掉 这个我真的是很难吐槽 还有一个是硬件的问题 就是当我用这种手机甲 把机器夹住的时候 要上三角架 我打开 使用超光角拍摄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刚刚的手机甲 看到吗 也就是说 X7 Ultra 它的超广角 视野最广的一颗镜头 竟然在最中间 那么你不管是上稳定器也好 上这个手机甲也好 你用超广角拍摄的时候 一定会拍到这个东西 但是你看 当我上的小米13 Ultra的时候 用超广角 你就会发现 它完全拍不到这个手机甲 为什么呢 因为13 Ultra的超广角 是在最边上的 所以它即便视野非常广 它的视野甚至比 X7 Ultra还要再广 但是在拍摄的时候 是拍不到这个手机甲的 所以上稳定器或者上手机甲 这种东西不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操作吗 这种硬件方面的低级错误 把超广角会安排到最下面 我都不知道 OPPO的设计师 当初在设计这个镜头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所以就是看了这么多问题下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 X7 Ultra 它的很多的功能 相比于上一代X6 Pro也好 上一代的竞频厂商的手机也好 很多的功能都是缺失的 所以这台X7 Ultra 虽然说发布的很早 但是在我眼里看来 它就是一个早产的 带有残疾的小孩 硬件软件的功能都还没有准备好 就仓促的发布 想要去尽快的占领市场 然后花了大价钱 请了很多的KORI做推广 会有那些啥也不懂的人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想想 这种手机 它的定位 它的用户 至少都是那些偏专业的摄影爱好者吧 你说这些人买了这台手机 拿到手上一用 发现这个功能也没有 那个功能也没有 你觉得他们这些人 对于这台手机的评价能好吗 现在手机跟手机的差异化 我觉得能做的最多的 也就是摄影功能吧 这方面如果你这台手机没有优势的话 你还有什么逼连 称自己为影像大师呢 其实我在刚拿的这台手机 刚上手呢 一两个小时 光看这些软件的功能上 就有这么多的缺失 我就已经能够预感到 实际在对比拍摄的时候 X7 Ultra可能优势并不会太大 所以我这回就没有做非常深度的横评 后面的一些照片和视频的对比 大家就随便看一看吧 OK我们直接来看照片的对比 这组对比呢 我其实有带了一台 索尼A6700一起加入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手机拍摄出来的画面 跟真正的相机拍摄画面 到底有什么区别 大家可以通过下方色标来做一个区分 绿色的都是OPPO的照片 红色是小米的莱卡的颜色 蓝色的话就是索尼的颜色 直接看这个曝光 会发现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光线是比较暗的 因为我是一个逆光方向拍的 背景是有一个非常亮的天空 所以它的曝光会比较偏暗一些 但因为我拍摄的是Rogue是吗 其实可以通过后期来去提亮一些曝光 你是有一个调整的空间的 但是手机这边因为是直接拍摄出来 所以它有合成的功能 它就会把背景比较亮的天空 还有前景的人物 给它曝光到比较接近的水平 这样对于一些不会后期的人来说 是直出的观感 是要比相机拍出来更好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下背景虚化 这两台手机 我都是使用了F2.8光圈 模拟的背景虚化的程度 索尼使用的是赤码的30毫米F1.4 虽然说这个1.4看起来 好像光圈比F2.8更大 但是因为A6700是一个APC画幅的相机 所以它其实等效全画幅F2光圈 即便是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真实的镜头的背景虚化 它的光圈 其实都是不如手机这种随意调整的 背景虚化的效果来的那么夸张 我这还是F2.8 当然你可以开到F1.8 开到F1.4 甚至开到F0.95 但是那就有点假了 但是从这个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手机的背景虚化 其实已经可以非常轻松的去模拟 大光圈的定焦镜头了 这台手机四五千块钱 但是你光这一颗镜头了 31.4一代的两千块钱左右了 更不要说机身了 你随便加个机身 就跟手机的价格是差不太多了 然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大家就会发现13 Ultra 它就跟我们之前说过的问题一样 整个画面 人物 包括衣服 整个立体感不是特别好 你会发现它衣服的颜色比较浅 我是不太喜欢 我觉得不太正常 我可以给大家把保护度给的去掉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会发现小米这个手机 亮跟暗部的反差是比较弱的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小米在高光方面 是压的比较厉害 我两台手机都开了HDR 但是小米的效果 我是不是特别喜欢 那么放大看以后 会发现 X7 Ultra 它的照片 衣服上的纹理会比较清楚 再放大一点 会发现头发的发丝的细节会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了 因为X7 Ultra 它的三倍的焦段是用了个1.56的SIMOS 就是跟X6 Pro一样 所以跟一个2.56分之1的SIMOS 13 Ultra这个三倍长焦来比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我们后面在对比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相机这边拍摄的画面的清晰度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对吧 虽然说它是一个2600万像素的SIMOS 但是由于试码这颗31.4就画质并不是特别好 如果在光圈圈开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解析是比较一般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X7 Ultra它跟试码31.4拍出来 感觉效果还差不太多 尤其是在逆光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31.4 它还是有一些色差的问题 紫边绿边比较明显 但是手机这边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有针对于小SIMOS做的一个设计 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这个X6 Pro X7 Ultra这个三倍的人想 就是它的表现真的特别好 然后来个近距离的 当然我可以相机这边来进行压高光 你会发现它可以把背景的高供应压下来 拍摄某格式的话 它的后期的调整空间是比较好的 整体观感上我觉得都是差不太多的 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尤其可以看一下发丝还有眉毛这个部分 还是X7 Ultra这个三倍的成交是比较占优势的 头上这个头花 大家可以看一下清晰度是非常好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之前特别不满意 小米13 Ultra这个三倍的成交 这边是在一个顺光的方向拍 那在顺光方向拍的话 人脸就由于能被光线照到 所以整个画面的曝光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13 Ultra它这个颜色有点奇怪 尤其是这个衣服的颜色 包括脸色 你会发现相机跟FANDAX7 Ultra 颜色是非常接近的 衣服的这个蓝色 但是小米13 Ultra 它这个衣服就变成一个偏蓝色的 我们当天选了这个衣服 就是相机还有X7 Ultra这样的一个颜色 所以说我觉得13 Ultra 它在这个人像模式下的颜色的还原 或者肤色的还原比较差 或者说13 Ultra 它有故意去调整一下整个画面的颜色 即便是这一组拍摄的时候 13 Ultra已经更新到最新的HyperOS了 但是它拍照片底层的颜色的算法 仍然是没有变化 我们再来放大看一下 当天选了一个簪字 大家看一下这个簪字 它是有一些碎碎出来的 那为什么要选这个碎碎 就是你会发现拍摄的时候 这个碎碎会超过头 那么就来看一下说 这样的一个头花 在背景虚化模拟的情况下 它是否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X7 Ultra 它就直接把它给判定掉了 就没有保留下来当做背景 而13 Ultra 它是保留的一部分 隐隐约约有一部分 但是跟相机 那是光学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 但是在其他的部分 像头上的区域 X7 Ultra的表现还是稍好一点 我之前在做对比的时候 觉得OPPO的背景虚化的判断是比较差的 但是这个X7 Ultra 这代开始 我觉得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然后再是一个正面的 如果这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头饰 X7 Ultra依然还是没有保留 但是右侧这个头饰 你会发现 它比小米13 Ultra 更好的去判断出来 它不是背景 因为这个头饰 它是半透明的 所以它跟天空的颜色 是有点接近的 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放大看一些细节 尤其是个发丝的细节 我会发现X7 Ultra确实表现不错的 我们这是在逆光拍摄 这不是在顺光时候拍摄 我会发现甚至比相机 我认为都有好一些的 而相机的话 去把曝光调整一下 这个人物的脸才不会那么黑 然后小米这边的话 我就觉得 尤其是身上的衣领 毛毛的细节 还有身上的一些衣服上的纹理 细节丢的都是比较多的 去对比 同样这组照片也是一个 偏顺光方向的人像的拍摄 看了这么多人像的照片 我相信大家应该发现了 X3 Ultra在拍摄人像模式的时候 它是等向75毫米的 而范图X7 Ultra 它是一个65毫米 X3 Ultra它的剪裁会更多 视角会更窄一点 所以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我发现X3 Ultra 它其实比较难构图 因为我自己比较倾向于 偏大概50毫米60毫米 这样的一个视角 相机这边因为是30毫米 它是等向45毫米 视野就会更广一些 但是相机这边是3比2的视野 如果你给它裁成4比3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视野 会比较接近于 X3 Ultra的这样一个角度 但正常来说 40毫米左右的视野 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我的定焦镜头 没有40毫米1.4 大家可以看一下背景虚化 我个人觉得 X3 Ultra它默认背景虚化 是比较有点 蔡司镜头的胶外的效果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 像真的镜头 这样的一个瑕疵的纹理 看起来是比较真实的 而且如果我们放大 看一下头发痴的边缘 你会发现 X3 Ultra这回 在人像模式有一个 专门判断发丝的一个功能 它这个处理的话 其实跟真正的相机 比较接近 头发这边处理的 你看也是相当不错的 除了这个 三字的头是没有处理好 所以大家在拍摄 如果头上细节 比较多的模特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失望 那么再放大 看一些衣服的细节 边缘的话 它就没有相机镜头 这样的一个紫边绿边 对吧 它是没有光学加刺的 所以整个画面的 画质的观感会给人很好 好 这个也是人像模式 大家看一下 放大以后会发现 X3 Ultra 拍糊了 当然也不知道是拍糊了 还是说把它给判断成郊外了 反正拍摄人像模式的时候 X3 Ultra这个三倍的人像 就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三倍的人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样的一个光线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相机有什么 脸上就是有点黑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拍摄人像模式的时候 OPPO和小米都有针对于人脸的优化 它会把阴影和高光的部分给它进行压缩 即便是在光线不太好的情况下 直接拍摄出来的照片 人脸不至于说看着很奇怪 但是如果用相机的拍摄的话 我相信很多的出现者 今晚会碰到这种问题 光线角度不好 人脸看起来阴影很重 看起来很老 就是因为相机 它没有这种智能的处理的过程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寻找光线的话 就会拍出来这样的照片 同样我们也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 大家主要注意一下眉毛方面的细节 我个人觉得还是X7 Ultra是比较好的 然后包括边缘的头发 头上头饰 确实做的是相当不错了 包括背景的虚化也是很好看的 这组图我拍的比较远的人像的模式 中生情况下 手机拍出的这种照片的话 会出现判断错误的问题 我们放大以后 你会发现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一样 看得出来13 Ultra 如果背设目标主体比较远的情况下 它就会出现画面比较模糊 我们刚刚这组也是 你会发现背设目标比较远的时候 就会出现错误 但是X7 Ultra至少没有说出现前景人物模糊的问题 但是它也没有把背景给虚化掉 如果发现没有前景的话 它就不会像相机一样给你一个很好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拍了很多组的对比 不同的光线角度 不同的远近 你就可以发现不同的机器 在对于不同的环境的情况下 它的处理的策略是不一样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bug 我们就要看各种各样的场景 谁的bug最少 谁的系统肯定是更加稳定 更适合你日常出去拍摄 对吧 如果距离比较近的话 大家会发现背景虚化又回来了 由于它是一个偏顺光方向 手机和相机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脸上磨得很平滑 头发的发丝的细节也很好 这一组是坐在这边的 大家会发现13Ultra这个时候 脸感觉曝光不是特别足够 像这种直出的照片 小米我基本上 我都要后期给它调一下 看起来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就不像OPPO这边 直出的效果就感觉挺不错的 在这张照片我放大以后 大家会发现 X7Ultra就把头饰给判断出来了 锁链中间是有一些偷图的 所以你看在正面的角度 它认为它是一个跟脑袋 在一个较平面的东西 然后又是一个全身的人像 你会发现3Ultra又扑该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诟病13Ultra三倍人像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稍微人距离远一点的话 就出毛病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这两张都是插枪抄抄拍的 但是你会发现很明显 两组的处理风格就出现问题了 一组是比较清晰 但是没有美颜的效果 另一组是比较模糊 但是有美颜的效果 然后整个画面的曝光也是不太一样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手机它在拍摄的时候 它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AI它的参数如果给的不一样 它这个结果输出是不可预测的 不可复现的 所以在外面拍摄的话 都可以考虑多拍几张 挑一张最好 然后又是一张远的人像 我放大以后发现 为什么13Ultra特别糊 为啥呢 大家就看下面的参数 你会发现 我明明是使用了三倍的成交 但是13Ultra 结果给了一个23号免费1.9的参数 也就是说它是用了主摄拍摄的 13Ultra有时候有这个问题 就是当它觉得光线可能没那么好 或者说拍摄不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倾向于在三倍人像的情况下 使用主摄来拍摄 相当于一个数码剪裁 所以你拍摄出来是跟直接使用一个 三倍的光学的镜头对比 肯定是差距非常大的 这也是13Ultra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个只有一张照片 是因为X7Ultra 它在135毫米的时候 它是也有人像模式的 但是13Ultra没有 13Ultra的人像模式 只有主摄还有三倍的长焦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135毫米的长焦 它背景虚化的效果 我个人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看起来真的像一个长焦镜头拍的 我们今天这组外拍的话 我没有带那么长的镜头 这组是个侧脸 通过这个照片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13Ultra是把后面的树枝 给识别成头的一部分的 但是X7Ultra识别的很好 头花13Ultra也没有识别出来 X7Ultra的话识别出来一部分 跟真正相机的头花 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 眉毛X7Ultra这边也没有识别出来 真的吗 眉毛直接有个虚幻了 而13Ultra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袖子 毛毛都没有了 我也不知道 它是把它识别成背景了 还是说处理的有问题 反正就是你会发现不同的机器 它有不同的翻车的方向 而且13Ultra整个画面的立体感 还是比较差 我是比较喜欢OPPO的整个画面的观感 它跟相机的观感是比较接近的 相机白平衡是有些奇怪 它有点偏蓝 但其实你拍ROG式的话 你看我给它偏绿一点 曝光再低一点 你会发现它跟相机的质感 是不是非常接近 对吧 非常接近 我要不说哪个是相机拍的 哪个是手机拍的 可能很多人根本都分不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X7Ultra X6 Pro的一点 跟我们刚刚说的 还是出现了之前 13Ultra的立体感比较差的问题 你会发现13Ultra 它人物面部比较平 就是因为它的高光压制的太厉害 阴影又拉起来了太多 但是又对比度很高 你会发现头发这边的细节 丢的是比较多的 完全没有X7Ultra这边细节这么多 发丝一缕一缕的比较清楚 但是13Ultra是比较差的 头发就没有识别出来 包括袖口上这边的毛包的细节 当你高光和阴影 都压制的比较厉害的话 像这种叫细微的绒毛的东西 它的反差就太低了 就会粘到一起 有种画面的观感就不太好 而且这个衣服的纹理 你可以看到也被涂抹的比较厉害 亭子下的一个逆光的拍摄 跟刚刚一样 放大以后大家会发现 13Ultra颜色真的是非常奇怪 我是真的看不上 这样的一个肤色的表现 透过过去 看一下头发的发丝 你会发现 X7Ultra它跟相机是非常接近的 包括头发发丝的纹理 即便是A670有2600万像素 但是跟1200万像素的直出的照片 你会发现细节差不太多 所以其实不是说相机的像素高 就OK了 跟你的镜头 跟你的算法的优化 都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HDR的压制背景的天空细节都是有的 在一个面向镜头的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13Ultra它的整个画面的清晰度 一体感都是做得不行的 这两张照片大家看 都是相比13Ultra拍的 一张特别亮 一张特别暗 也是跟X7Ultra一样 所以它有时候算法不太稳定 你放大以后 你会发现包括背景的虚化的判断 画面的解析力 都是有点点不太一样的 包括绒毛 你会发现画面特别亮的情况下 它阴影提高了 这个绒毛就看起来就没那么清晰了 包括衣服上材质的纹理 跟衣服上有玉兔 区别是挺大的 所以我分析 13Ultra如果所有的算法全加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种偏色 吸气力降低 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跟OPPO X7Ultra去对比的时候 整个画面的质感跟相机是差的比较远的 大家会发现 如果不带小米这张照片 你会发现跟相机直出是非常接近的 相机这边其实因为暗部的阴影比较多 通过一些后期的调整 把高光压下来一些 然后白平衡调一下 整个画面的偏蓝一点 你会发现是不是X7Ultra跟相机的质感 是非常接近的 对吧 我基本上是再放大一点 是不是非常接近 包括背景的虚化 大家看出来吗 甚至X7Ultra还要虚化的好一点 这就是一台五六千的旗舰机 和一台一万块钱的相机和镜头的组合的区别 你会发现 其实日常这种拍摄的区别 真的不是特别大了 已经 就是这样一个相子里拍摄 这种拍摄的情况下 很明显就是光线 它只能从上方照下来 环境是比较苛刻的 在这种情况下 X3Ultra的弱点就会更加的明显 会发现脸比较偏黄 衣服的立体感也不是特别好 相机这边还是要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把它的色温给它调到低一点 曝光再拉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X7Ultra 它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处理 直接拍出来这个人像就这样 但是相机 你想要获得一些好的效果 你还是稍微要懂一点 怎么去做后期处理 而且你要拍摄RAW格式 很多人只拍摄JPAC格式 它的后期处理的空间 肯定是RAW格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在用相机拍摄 发现拍出来还没有手机直接拍得好 因为手机它经过很多的AI的处理 已经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比绝大多数人用手条 效果都要更好 普通用户来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刚比了那么多照片 对吧 一直是用三倍的长焦去做对比 其实对于13Ultra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之前跟他说过 13Ultra这个三倍的长焦 有2.56分之1的CMOS 跟一个1.56分之1的CMOS 对比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吃亏的 后面的这些对比 我是使用了主摄来拍摄 主摄的人像的模式情况下 你会发现这两个手机拍的差不太多 如果放大以后 大家会看 反而是13Ultra 感觉画面的解析力会更好一些 包括衣服上的绒毛 纹理细节 13Ultra会看起来更加的清晰 然后人物面向我 大家再看一下 你会发现画面的清晰度是非常接近的 因为即便是XG Ultra用的是 MX989的下一代 什么900 但是其实各家厂商的调教是比较重要的 你会发现 下面13Ultra画面的解析力还是稍微好一点 不过整个画面还是会出现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问题 就是它的画面的立体感是比较差劲的 就是高光压得很厉害 你像衣领绒毛 细节就丢的比较多了 它跟刚刚这组照片 你会发现有区别 刚刚这组照片 小米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经常发现13Ultra 在拍人的时候 人面向镜头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它可能是优先以人物的脸进行曝光 还是怎么情况的 反正是最终出来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远距离的人像的对比 这时候A6700换上了 围着的13Ultra1.4 因为13Ultra算等效的视野的话 大概是20毫米 因为它是3.2的画幅 如果你裁成4.3的话 你会发现它视野 是跟手机的广角镜头 23毫米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其实准确一点的话 如果使用15毫米的镜头会比较好 但是我手上没有15毫米1.4 就大家尽就看一下 在这样的直出对比 大家放小图应该看得出来 相机这边是过曝了 13Ultra人脸的脸色很奇怪 而且衣服的颜色很奇怪 你会发现 整个画面的曝光是错误的 相机这边虽然说过曝了 但是我拍摄ROG似的 我可以通过去调整曝光 去压高光 我是可以把它给压下来 大家会发现 我经过我的后期调整以后 它这个画质 其实跟Obofine的插消耗 是比较接近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画面的肤色 小米这个东西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调 你看我拉一下曝光 整个画面就暗掉 然后肤色 我就觉得有点偏品红 我往轻的地方拉的时候 肤色又感觉非常奇怪 整个画面的深度不够 再加点清晰度 加点饱和度 你感觉怎么调 就感觉怎么奇怪 主摄也是有这个问题 Oppo它拍摄的效果 是不是跟相机是非常接近的 看起来质感非常好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 我很喜欢 Oppo这样质感 因为它跟我日常使用的相机 拍摄出来的效果 是非常接近的 当然如果你放大的话 你会发现清晰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即便是使用F1.4光圈 围着这个13毫米F1.4解析力是非常好的 就跟刚刚的适马的31.4差别是非常大的 虽然说这个镜头也不算特别贵 但是画质还是挺好 然后是站起来拍 你会发现跟刚刚一样的结果 小米这个颜色 我真的觉得人像模式调的不是特别的好 相机这边 如果我高光再压一点 你会发现当我拉高光的时候 它可以把白色这个领子的绒毛 看到吗 给它还原出来 所以如果放大的话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原片 你会发现X7 Ultra 它在直出的情况下 它就会自动帮你压高光 相机的话 你需要自己回来去手动压高光 看到吗 你才能获得跟X7 Ultra 直接直出的效果是比较接近 你放这么大的话 这个画面的解析力 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不放特别大 我觉得这个质感是非常接近了 所以我觉得OPPO在日常在拍的时候 这个整个画面的观感是比较好的 这两张照片是主摄都是反的X7 Ultra拍的 从小图大家应该看不太出来什么区别的吧 放大一些 大家会发现左边这张图为什么这么糊 右边这张图就比较清晰 这个就是算法的错误 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多去拍两张照片 你会发现在偏顺光的情况下 整个画面场景光线是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小米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整个画面的曝光我是比较喜欢的 整个画面是比较偏亮 如果放大以后的话 大家看一下 镜头的解析力也会被还原出来 我发现跟相机是非常接近的 头花这个效果 头花这个细节 身上衣服的细节 这个兔子的绒毛 所以X3 Ultra在拍摄逆光的时候 算法不是很好 就比如这张 我们刚刚看的时候 光线是从后面照过来的 你这样用长焦去拍摄的时候 小米又不改了 再一个顺光方向 你会发现小米又正常了 对吧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边缘的抠像的效果 这边头发的发丝 包括刚刚这个毡子的头饰 X7 Ultra这回是有点判断出来了 给了一些背景的虚化 包括人物边缘的判断 X7 Ultra这边就没有判断出来 但是X7 Ultra这边就判断出来了 如果你看衣服上这些袖子的绒毛 这都是非常小的细节 X7 Ultra相比于之前的X6 Pro 它的人物主体的判断 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是正常模式拍的 没有用人像模式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看了那么多 人像模式的照片 你会发现它其实背景虚化 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在主摄的情况下 即便是你光圈开的很大 其实背景虚化没有那么多 所以大家在日常拍摄的时候 如果用正常模式去拍摄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背景虚化效果 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一个英寸加F1.8光圈 1.9光圈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概是等效全画幅 F5.1 5.2光圈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概相当于市面上那些 APAC画幅相机的套头的广角 一样的感觉 就是没什么背景虚化 但是如果放大看 这个画面的细节 都是表现的不错 但是我个人觉得 X3 Ultra这个人物的肤色 还是有些差的 然后这组的话 就是广角的人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侧相机拍摄的 就是广角的F1.4光圈 你会发现背景虚化 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 完全没有手机模拟出来 看起来这么好 放大以后 大家看这回小米 开始挖眼珠了 你看这个桃花 X3 Ultra就没有判断出来 然后是这样一个 比较复杂的墙面 这个是用正常模式拍的 X3 Ultra就比较黄 不知道为什么 包括后面的红的颜色 也会有点溢出的感觉 就特别的浓重 我不是特别喜欢 放大以后 看一下解析力 也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小米这边 感觉是锐化程度比较多 然而是人像模式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墙面的延展 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虚化效果 它其实跟真正的相机 使用大光圈的镜头 是非常接近的 虚化效果是很自然的 然后头饰的判断 也是X7 Ultra更好一些 再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画面的解析力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手机的主摄 它的解析力已经很好 即便是只有1200万像素 但是你看皮肤的纹理 包括睫毛的一些细节 眉毛的细节 头发的发丝 我要不给大家说 相机2600万像素 大家可能正常人 一般也看不太出来 或者不放那么大 仔细看的话 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 对吧 然后这个是三倍的长焦 即便是顺光方向 13号上又出现了 这样的HDR的问题 然后就感觉这个人物被压缩的太厉害了 但是翻的X7 Ultra是比较不错的 包括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 感觉会发现 X7 Ultra的头发发丝 一根一根的非常的分明 然后再一个正脸 大家会发现 13 Ultra又正常了 对吧 毛领的细节又回复了 然后再放大以后 会发现 这个眉毛细节 头发的发丝 纹理又回来了 小米这个算法就不太稳定了 三倍的长焦 刚刚两张是用人像模式拍的 我再用一个正常的模式拍 你会发现小米也是又正常了 对吧 在放大以后 大家会发现 皮肤纹理 细节 眉毛 头发发丝细节 又回来了 我个人觉得 X7 Ultra它的 总体人像的一个稳定性 是要比13 Ultra更好一些的 然后这是个逆光方向的拍摄 逆光方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背景 还有前景的人物合成出来 而且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突兀 小米这边就会比较强行 去拉亮背光的人物 你会发现人特别亮 这样整个画面是没有什么深度的 而OPPO这边 它是提亮的程度有限 但是你会感觉 它跟真正的相机拍摄出来的效果 是非常接近的 有一些优化 但是不至于让你感觉 它是有故意的在做AI的增强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 包括背景的 可以看到楼 虚化效果 阳光透过发丝 这样的一个感觉 虽然说头饰也没有完全的显示出来 但整体的画面的画质 都是要比13 Ultra更好的 又出现我们刚刚说的问题了 大家会发现13 Ultra是用主摄拍了三倍的照片 因为我们是在古楼的洞里面 光线是比较暗的 13 Ultra都会觉得 我这时候三倍的成交画质就会很差了 就会用一个主摄去拍摄 那就很明显的会降低画质 看到吗 细节就会丢的比较多 这组在这边拍 主要是因为树下枝条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小米和OPPO 它是怎么处理背景的高光的 大家会发现小米的天空会压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人物会提亮的比较多 但是没出现之前说的立体感缺失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我是使用普通模式拍的 普通模式它是没有背景虚化效果了 放大以后 大家看一下画面的解析力 是比较接近的 这种画面的观感 小米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我切到人像模式的话 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立体感缺失 衣服上的毛毛 看到吗 细节就丢了 因为这个时候整个画面 它是会要压背景的天空 同时要把逆光出的人物面部提亮 这两张照片是一张 大家会看到有压天空 一张没有压天空 我放大以后 大家会发现 衣领上毛毛的细节不太一样 包括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头发发丝的细节 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这个就是13OX 就感觉它好像解析力 动态范围 还有肤色 这三个东西 它没有办法兼得 有时候它只能处理两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它就处理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失望的地方 相机这边的话 我当然可以通过去拉高光 把天空给压下来 同时我这边可以调整一些白平衡 然后按部再拉起来一些 其实可以调整成 类似于手机直出的一个效果 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头饰 还是判断的问题 但是这个始终是AI 它现在算法的问题 刚刚看了很多人像的对比 因为我主要还是拍人像 对比一些风景 拍了几张 又用了长焦 小米这个是等效120毫米 OPPO这个是等效155毫米 我个人觉得 其实OPPO155毫米 比较有必要的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用户来说 长焦它肯定更长会更好 因为可以拍到更远的风景 三倍的人像的焦段我也有了 基本上日常是够用了 我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发现60毫米左右的焦段 搭配一个150毫米左右的长焦 是可以非常好的去应付日常的拍摄了 长焦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把更远的东西拍得更清晰 所以你在放大画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小米画面噪点就会比较多 其实这两个手机 它的长焦用的都是同一块CMOS 一个2.5分之1的CMOS 其实光圈差不太多 但是小米这个长焦大家会发现逆光拍的时候噪点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如果放大了 看以后这个细节 有画面解析力 我个人感觉其实差不太多 排除噪点的问题 其实比较难从OPPO这个长焦看出来更多的内容 比如说一些楼上的花纹 你很难看出来比小米更多的细节 尤其是比如说远处的文字 你会发现两个手机它的辨认的能力是差不太多的 也就是说它解析力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让我比较失望的一点 那么后面也有其他长焦的对比 大家会看到这一点 比较一个主摄 主摄因为刚刚拍人都差不多 所以拍风景的时候 如果放大照片 大家会发现也是差不太多的 除了小米这边 感觉好像噪点是更高一些 然后锐度会更高一些 但是我觉得解析力上都差不太多 但是我又拍出了一张高分辨率的格式 这两张照片 如果是高分辨率放大的话 你会发现马上差别就有了 这两张照片都是5000万像素的 你会发现小米高分辨率细节 感觉更多一些 字是更加的清晰 然后牌子上的字 感觉也是更明显一些 尤其是建筑上的花纹的纹路 包括屋檐上的瓦片上的纹理 都是更加的清楚一些 在高分辨率上还是13 Ultra更好一些 那来对比一下相机 相机可以通过拉高光拉阴影 把整个画面的细节给拉出来 那我再放大来看一下 13 Ultra 5000万像素 它画面的细节是跟APS-C画幅相机 2600万像素 使用一个比较好的画质的镜头 差别不是特别大的 甚至有些地方 你可以感觉画质还稍微好一点 尤其是你可以看一下小字 13 Ultra和手机 你都是可以看得出来上面的字的 但是13 Ultra看得会更清楚 成头打鼓 面对人海如潮 这个非常清楚 但是它交叉高像素就没有那么好了 说明还是调教的不太好 好 我们继续在人像对比 普通模式 小米又出现颜色立体的问题 然后放大看一下画面的解析力 主摄是差不太多的 人像模式依然是之前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 X7 Ultra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再带上相机拍的照片 你会发现背景虚化效果 甚至比相机还要好一些 直出手人脸的肤色 画面的白平衡控制还可以 然后是个长焦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13 Ultra它又变成23号米了 因为我们这时候现场光线已经比较暗了 在这个情况下底更大的 X7 Ultra的三倍的成交 它的表现肯定是更好的 后面会有夜景的对比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看一下 放大以后可以看到解析力差别是非常大的 OK在一个主摄盛光方面的 其实我在后面拍了很多组的对比 主要就是看一下 在光线慢慢按下去的时候 这两台手机它的差距会不会变大 所以我是特别选了一个从下午4点钟以后才开始拍摄的 从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13 Ultra它的背景抠图就会出现了问题 你看看现在阶梯状的脸已经很奇怪了 之前出现阶梯状是谁 是OPPO才会出现 但是你看OPPO现在就没有这种阶梯状的问题 就说明在这个人像方面还是有些优化的 正常的模式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小米还是肤色有点偏黄 我发现小米14之前的手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跟相机对比一下 然后会发现解析力是不是挺接近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画质 我现在真的在外面为什么特别不太想戴相机了 因为你会发现相机 你就算挂了一个这么好的大光线定焦镜头 跟手机的差距其实拉开的并不是非常的大 相机这边还是有点过曝 我们可以稍微把光线给往下拉一点 你会发现跟差交叉比较接近了 放大以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普通模式 小米有时候会突然会锐化的比较厉害 重看解析力的话肯定是相机好一点 但是你想一下 你要带这么大一个相机出门 如果你照片不用放那么大看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带一个相机对吧 你想用个手机非常轻轻松松的 就可以拍出来这样好的照片 还有必要带什么相机吗 反正后面我这边用主摄 其实拍了很多组的对比 大家应该都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现在手机跟相机在广角这方面 差别不是特别大的对吧 就不管是画质也好 解析力也好 整个画面的曝光也好 我个人感觉都挺不错的 不管是逆光还是顺光 但是逆光方向的话 13Ultra还是颜色控制的不是很好 但是给人的感觉 其实已经跟相机非常接近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 太阳已经完全落到后面去了 这张就是逆光的方向去压高光 13Ultra这边就会把太阳压得特别厉害 你就知道13Ultra它会压的时候 会把天空比较偏亮的部分 单独抠一层出来 然后这样压下 但是X7Ultra它为什么 你看太阳边缘这么自然 就是它压高光不会压得那么厉害 所以它拍摄出来这种效果 是比较接近相机的效果 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HDR合成它又合成的好的 又合成的不好的 13Ultra就是属于合成的不好的 如果用原像模式去拍的时候 你会发现13Ultra合成感觉很怪 整个画面曝光很亮 明明是一个逆光的 又是一个夕阳的情况下 这样拍出来就很奇怪 但是OPPO就非常明显的 你感觉出来它就是一个逆光的人像 但是这样方向拍的时候 它脸又不是全黑的 所以我觉得是属于比较自然的一种方式 对比度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我在后期怎么去调整 都感觉的比较奇怪 就是反正我在电脑上都调好 你更不要说 我在手机上我怎么去调了 对吧 如果每张拍摄出现错误的照片 我都要这样一张张调 我是觉得非常痛苦的 像这种手机 主要就是为了个出片块 随手一拍 我能有个很好的拍摄的效果 不希望去调整的太多 或者说我想直接交给妹子手上 她能够直接发朋友圈 或者不怎么调整就发朋友圈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手机来说 是比较重要的 像逆光的三倍的成交 大家可以看一下太阳 我个人感觉 X7 Ultra它的背景虚化 是比13 Ultra更加的像 使用镜头拍摄出来的 包括逆光方向 这边周围的抠像 头发发丝的边缘 衣服的绒毛的边缘 对吧 都是X7 Ultra表现的更好一些 包括人物脸 也是曝光的比较亮一些 13 Ultra就感觉眼神太空洞 太黑了 对吧很深邃 但是不好看 整个脸是比较暗的 你需要通过一些后期去拉一下阴影 看到吗 拉一下阴影 把这个暗部给它拉起来 会感觉稍微好一些 逆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夕阳 上面的云层的一个细节 后面的太阳 13 Ultra像个咸鸭蛋一样 X7 Ultra拍出来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夕阳的太阳 对吧 然后再一个三倍的长焦 大家看一下 是跟我们刚刚逆光的三倍的长焦 比较接近的就是头发 这个暗部会发现太亮了 而且解析力也是比较差的 这时候又太亮了 刚刚有时候太暗了 整个画面不是特别的稳定 再来回来这边一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解析力 是掉的非常厉害的 就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太阳已经在建筑的后面了 这个时候 13 Ultra这个三倍的长焦 就效果会下降的比较厉害 但是由于X7 Ultra这个三倍长焦 它底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画质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 这个是正常模式拍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即便是不加任何的人像的处理 13 Ultra这个三倍的长焦 可以看到画面的解析力 头发的发丝 就很明显看得出来是那种 你可以想象出来原始的Rogue 这照片噪点是非常多的 它进行了个强行的降噪 整个画面看起来 有很严重的涂抹的感觉 但是它交叉 你看到锁链的这样一个细节 包括头发发丝上的一些细节 衣服毛领上的纹理 都是比较清晰的 所以当太阳慢慢落山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差别了 如果顺光方向 使用主射的拍摄 都回到同一个水平线的情况下 顺光方向好像是区别不太大的 然后是一个人像的模式 人像模式算法一开 马上这个人的肤色就会很奇怪 三倍的长江 顺光方向 13 Ultra解析力就有差别了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拍了这么多组的照片 就是可以给大家循序渐进的 去展现出来 不同的CMOS的大小 它在不同的光线的环境下 它的差别是不太一样的 很多人做评测的时候 它其实忽略了这个点 就是你在一个场景下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但你到另外一个场景 它就不一定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平 你比如说这一组逆光方向去拍的时候 放大以后画面的解析力 整个画面的立体感的感觉 小米你会发现它的失误会越来越多 你也可以增加清晰度 你可以去调整 但是我觉得调出来的感觉 是不如你CMOS大 硬件上面的优势 带来的明显的 然而是风景的对比 长焦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逆光方向 楼的清晰度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偏顺光的 但是光线没那么好的情况下 小米13Ultra它的画面的噪点就会比较多 但是其实你感觉出来 就是排除到这个噪点 你会发现 X13Ultra它好像解析力也并没有高多少 只不过它噪点更低了 比如说远处的一些牌匾上的字 感觉也并没有比13Ultra好很多 看不清还是看不清 你看上面这个文字 看不清还是看不清 所以这个就是 虽然说它焦段上有优势 但是实际拍摄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尤其是这个是高像素的模式 使用高像素的模式之后 也看不太出来更多的细节 所以还不如不用高像素模式了 我用正常模式跟高像素模式去对比一下 高像素模式只是它的像素数量更多了 但是整个画面的分辨的能力 分辨率并没有更高 对吧 你看这个字还是一样糊成一坨 所以其实我日常在拍摄的时候都不太会使用高像素模式 然后主摄放大以后大家看一下小米 也不知道它是激活了什么风景模式 锐化的特别明显 我就觉得很奇怪 感觉没有什么必要 但是你从画面当中的解析力会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高像素模式放大了之后 大家会发现跟我们刚刚逆光的情况下 使用高像素模式拍摄的时候 结果是不是一样 X7 Ultra它的高像素模式是怎么这么糊 跟13 Ultra的主摄的高像素模式差别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比较近距离拍 有前景有后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尤其是这种高频细节树枝 然后发现解析力 我感觉它交叉这个长焦的优势并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 你会发现好像该糊的地方还是一样的糊 尤其是这个屋檐下面 本来这边就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 你会发现并没有看出来更多的细节 墙面上的砖瓦看起来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好像是高像素模式长焦放大以后 大家会发现好像高像素模式的情况下 X7 Ultra表现会要更好一些 对吧纹理会要更清晰些 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模式的情况下 它有的有优势 有的有劣势 你得必须非常清楚 在什么情况下 什么焦段用什么模式 才能获得更好的拍摄的效果 这个是后期在测试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复杂性 比如说三倍的焦段 如果是拍风景的话 你发现好像解析力也是差不太多 但如果我换三倍长焦的高像素模式 我再放大 X焦刷又有比较大的优势 画面是比较清楚的 尤其是这种高频细节 所以可能拍风景比较多的人 或者用长焦比较多的人 会觉得这个手机会比较好 那些拍人物比较多 或者拍广角比较多的人 可能会觉得那个手机好 这个就需要 所以再购买一个手机 就看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再去针对性的 去选择对你所需要的东西 有优势方面的手机 比如说这种夕阳的逆光方向的 三倍的长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像这个X焦刷在白天的优势 现在好像也并不是很明显了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解析力 降的比较厉害 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倍的模式拍摄的 然后再近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再放大一下 这两个底不一样的Smith 在这种光线的情况下 解析力好像差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是人像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背景是有这样的虚化的效果 13 Ultra也没有对上焦 是吧 你用普通模式 你会发现13 Ultra好像还解析力好一点 开了人像模式以后 13 Ultra就容易对不上焦 落山的夕阳的逆光 那时候13 Ultra主摄 感觉无颜下方的暗部细节保留了比较多 人物拍起来也比较亮 看起来也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我们刚刚是白天对吧 然后马上到夜景了 这边就差距更大了 我在当天拍摄的时候 是有打一个光的 由于有人物面部的补光 你放大看以后 画面的解析力 跟相机你觉得差别大吗 我觉得真的差别不是说那么明显吧 对吧 但是确实解析力上是有些差别 但是我觉得这个表现已经挺不错了 尤其是你不放这么大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包括背景虚化的模拟 F1.4光圈跟模拟F2.8光圈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这两个手机 我个人感觉都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是主摄正常模式的拍摄 手机的后面的解析力 都是挺不错的 包括后面高光的压制 X7 Ultra会把暗部的阴影会要更提亮一些 整个画面它是比较偏短的颜色 因为老机它晚上灯光都是偏短的 你如果是按照13 Ultra这样的白平衡来拍摄的话 它就有点整个画面偏冷 不像现场肉眼看到的感觉 再一个三倍的长焦 大家可以看一下背景虚化 以及上面灯笼的虚化的过度 13 Ultra你会觉得离人比较近的灯笼 它是比较清晰的 圆一点的话会虚化的更厉害 但是X7 Ultra的话 包括后面的柱子 你会看到它感觉好像是把人给抠出来 抠的比较干净 整个背景虚化的渐进过度的控制不是特别好 我们放大以后大家看一下 13 Ultra确实解析力是下降了比较多的 但是没有白天差别的那么明显了 如果我不放这么大画面 你会发现晚上光线不太充足的时候 手机底还是有些限制的 即便是在补过光以后 没有白天那么明显 咱们再拍个正常的模式 正常的模式 白天拍的时候其实画质差距不大 那么在晚上拍的时候 你会发现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了 可以看见眉毛头发的解析力 都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这个时候就没有背景虚化的效果了 然后再对比一下相机拍摄照片 F1.4光圈对吧 但是肯定是没有模拟出来的 这个背景虚化效果那么厉害了 但是如果我放大画面的话 大家应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相机的照片 它的解析力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的 但是整个画面的噪点是比较多的 其实好的也有限 如果你不放这么大看的话 其实手机这个表现真的 我个人感觉挺不错的 正面博光不得比较多 整个画面的白平衡 可能X7Ultra是比较偏暖的 我们再放大看一下解析力 X7Ultra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也跟之前一样 跟白天差距没有那么大 如果是使用人像模式的话 X7Ultra你会发现 它的背景就感觉是抠出来的 有点太过分离了 但13Ultra就没有这个问题 再放大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解析力 我感觉也是跟白天差别的不是特别大 如果你要跟相机来对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画面的解析力会稍微差一点 但是你觉得差的很多吗 我觉得差的不是特别多吧 相机这边有点曝光的太暗了 然后画面的色温再调一下 大家看一下 你想想现在的手机 你有一个一两百的补光灯 晚上拍的时候 就可以让你跟相机 使用一个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非常接近的效果的时候 你还会去考虑带一个相机出门吗 对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已经很一架乱真了 然后到一个巷子里面 这个巷子里面有很多的灯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模拟的灯光的效果 是不是跟相机的大光圈非常接近 对吧 尤其是这个灯光穿过头发的这个感觉 手机这边是抠图抠出来 它就没有头发发丝这样的非常微妙的一些细节 包括人脸的画面的解析力也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你个放小图的话 我个人感觉这个表现已经挺不错了 刚才是三倍的长假 这时候再用主摄做个对比 主摄就会发现解析力差别不是特别大吧 感觉X7Ultra可能会更好一些 又换了一个位置 我发现13Ultra它整个画面曝光是比较偏暗的 就跟刚刚相机里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X7Ultra跟相机的曝光是非常接近 后面的背景就看的是比较清楚的 13Ultra这边如果你去增加曝光的话 比如说增加阴影 你其实可以把一些细节给拉回来 但是直出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所以为什么我说13Ultra 它的曝光控制是比较一般的 在晚上这个人像在解析力差别大家看一下 由于夜景 手机拍摄出来的噪点会非常多 所以它就会把一些小的细节给抹掉 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神光 大家看得出来吗 就是手机这边双眼无神 只有一只眼睛有眼神光 但是相机这边它由于虽然说有噪点吧 但是它的画面的解析力比较高 眼睛里面的光线就会被保留 不会被当做一个比较过亮的噪点给它抹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手机在晚上拍的时候质感 因为相机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在于这种比较小的细节 可能普通人不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为什么原因 不管是美颜也好 或者是降噪也好 它都会把一些 就是相机上一些比较小的特质给抹掉 那你就感觉 这个质感的区别是比较大的 然后还是同样位置一个对比 两台手机同样的一个角度拍摄 那你感觉X7Ultra它的眼神就稍微有点光 但是13Ultra的眼神就比较空洞 大家注意看一下 眼神的眼神光 能看出来区别吗 就是13Ultra它有一个强力的降噪和涂抹 它就会把这个眼神光给它黏在一起了 看到吗 而且会把它高光的高亮给它压下来 压下来以后 它就像一个你眼睛裂开一样 而不像X7Ultra 那看起来是个眼神光 那如果看过漫画怎么画的话 应该会知道 给人的眼睛上色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那种小圈圈 那个就是画眼神光高光的地方 你看同样一个手机 为什么你会觉得X7Ultra会比较好 其实就是这么一小一点点的区别 就造成这两个手机拍摄出来 你就感觉 为什么那个手机会更好一些 然后晚上的风景 由于晚上这边老机 它很多的LED的灯光 所以其实它高光的地方特别亮 那这时候就会考验手机是怎么去压这个高光了 看下5倍长焦 这个两个手机都有去压高光这个动作 这个老虎 它被灯照的其实是非常亮的 但是你看X3Ultra它会压的比较好吧 就是整个场景给人的感觉是挺符合人肉眼看到的 所以说即便是你看 在光景这么暗的情况下 ISO2500了 很暗的情况下 整个画面的观感还是挺不错的 夜景的一个人像 你会发现X3Ultra又出现了立体感不足的问题 然后Torafus细节确实很多 主摄的话就差别不太大了 放大以后大家看得出来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很多的对比 在一个3倍长焦跟相机做对比 相机你会发现它的后面的高光特别亮 就那个老虎被照到很亮 但是你如果用后期的方式去压高光的话 还是可能给它压回来了 但是手机它又HDR合成 你就不需要去考虑这种光比非常大的情况 你手机直接拍出来这个效果就很好 包括背景虚化 大家看一下喜欢哪样的背景虚化效果 但是大家看一下 13Ultra又是使用主摄拍的 这是一个三倍的长焦模式 所以你放大以后 你会发现13Ultra解析力特别差 如果是X7Ultra 你会发现跟相机解析力有些差距 但是我觉得差距是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的 你也想到一个手机那么轻一点 跟一个相机带一个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体积差距还是挺大的 如果比如说我今天出门 不说随身带一个相机拍摄 我手上有个X7Ultra 我在这样的夜景 我也可以拍出来这样的照片 是不是感觉还挺不错的 最后一组是老虎比较近的地方拍 你会发现13Ultra 它会比较强劲的去压高光 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面部的细节 大家刚刚看了这么多组对比 对吧 得吧得 说了那么多 好像感觉X7Ultra拍摄照片并没有比13Ultra差 对吧 尤其是三倍的长焦 甚至是比13Ultra还要更好 我为什么觉得X7Ultra它的综合的性能是不如13Ultra 其实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对比 这两台手机的RAW格式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X7Ultra这回把之前的X6 Pro的RAW Plus格式给去掉了 那么在日常拍摄的时候 相比于13Ultra的Ultra ROG格式差距会拉的比较明显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对比一下 同时也会带上相机的RAW格式 首先这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你会发现同样使用三倍的长焦 反而是13Ultra它的视野更宽一些 你会看到它能够拍到上面的屋檐 但是X7Ultra它的RAW格式就拍不到上面的屋檐 我们之前对比过13Ultra它的三倍的长焦 它是等下75毫米 相比于X7Ultra的65毫米视野更窄 所以说其实13Ultra在使用人像模式 或者说用三倍长焦在拍摄的时候 并没有用满三倍长焦所有的CMOS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它大部分的情况下 画质什么的都是不如X7Ultra的 但是在使用RAW格式的情况下 并且开启了UltraRAW的模式 此时会完整的用完13Ultra的整个CMOS 相比之下的话 它的画质会要比之前的普通模式会要好一些 我们放大来看 大家可能会觉得X7Ultra没有对上焦 其实不是没有对上焦 就是X7Ultra的RAW格式 就是这样 它在视野更窄的情况下 解析力还没有13Ultra高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普通的相机的2600万像素的RAW格式 大家看一下解析力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发现13Ultra包括衣领上毛毛的细节 就会更多一些 我即便是把X7Ultra的高光给拉下来 你会发现毛毛的解析力都没有13Ultra好 然后是这一组 我们先把相机的曝光拉下来一点 RAW格式高光拉下来一点 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13Ultra尤其头发区域的解析力 头发是一条一条的 它是比较接近于相机的解析力水平的 看得出来吗 这个是最长焦6倍和5倍的RAW格式 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的透视关系非常远 应该看得出来X7Ultra它弱格式欠爆了 你必须要通过后期的方式给它拉起来 再把高光降一点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它的原生的镜头155毫米 视角是比较窄的 可以看到3Ultra它的视野是比较宽的 柱子旁边的装饰是能看到的 那么当我放大来以后 本来X7Ultra它应该是很有优势的地方 视野更窄 焦段更长 但是你会发现画面的解析力并没有非常大的优势 反而你会发现头发上的一些细节 纹路13Ultra会要更好一些 包括这一组对比也是 也是6倍的成就和5倍的成就 X7Ultra这个曝光很奇怪 而且色温是有点偏的 那么再放大以后 你看13Ultra是可以拍到脚了 那么再放大 你会发现 虽然说13Ultra这个噪点会稍微多一些 但是你仍然是可以感觉到 13Ultra的解析力会要更好一些 尤其是头饰上的这样的纹理 头发上的一些细节 说明X7Ultra这个长焦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3B的胶带也是一样 视野是更宽一些的 OPPO X7Ultra这个曝光还是有点问题 再调一下 加点曝光 好再放大 你会发现3B的胶带也一样是没有优势 这个画面就 整个脸都是糊的 感觉是好像对焦到背景上了 对吧 但是你往背景上一看 你会发现背景上也是13Ultra 解析力更高 看到这个牌匾上的文字 就是13Ultra表现的是更好的 因为这个Ultra RAW是一个多帧合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摄 主摄我不放大 大家猜一下谁更好 小米13Ultra的Ultra RAW多帧合成 和一个普通的RA格式 大家猜出来了吧 我这放大 大家看得出来吗 你会很明显发现小米13Ultra 细节会多很多 尤其是头发丝上的这种高频信息 透过光线的这个发丝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晰 面部的这个纹理 非常的多 衣领上的毛毛 这些都是一些高频信息 你必须要有很好的技术 才能给它完全的展现出来 这组也是包格式 主摄跟相机来做个对比相机 包光往下拉一点 我不放大 大家再猜一下 猜好了吗 我们再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纹理的细节 X7Ultra 它的这些高频信息的解析力 都是不如13Ultra的 而且它这个人物的肤色 就特别偏品红 有没有发现 就感觉有点像冲气娃娃那种肤色 小米的肤色呢 也不是多好 至少不是很奇怪吧 你在后期去稍微加一点品红 你还是可以恢复一些的 它的肤色其实跟相机的弱格 是非常接近的 对吧 大家看一下解析力 然后再距离比较近一点的 一个注射 再放大 看一下皮肤的肤色 还有解析力 大家看得出来吗 小米这个Ultra ROG的解析力 是不是跟相机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X7Ultra 它的解析力就跟相机差一大截了 所以为什么我之前 敢拿小米13Ultra 去跟一个全化幅相机 U328来做对比 因为真的使用Ultra ROG 是拍摄出来的画面的细节 是可以跟相机摆摆手腕的 但是X7Ultra 我本来寄希望于说 这回能够把这个Rawplus增强一些 再加上它底比较大的优势 你也可以追上13Ultra的脚步 但是事实对比下来的话 差别是比较大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锁链的细节 是不是区别挺大的 衣领上的细节 然后我把高光拉下来 即便是你把高光拉下来 你会发现 这边的绒毛的细节 也是丢了挺多的 这组照片 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 放大以后 头发丝 看到吗 这个头发丝一缕一缕的 它是不是跟相机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X7Ultra就不行 然后是逆光方向的3倍的Rawplus 这回13Ultra它的曝光是比较欠了 我们可以拉一点曝光 同时它的保护度也比较低 我们再拉一点保护度 小米这个Rawplus 它还真的是比较Raw的Rawplus 特别原始 你需要后期通过一些方式 来把它给还原一下 才能获得稍微好一点的效果 但是颜色这个东西 你是可以调的 但是解析力这个东西 你是调不了的 即便是三倍长焦都不占优势 头发发丝的一些细节 还是X4Ultra这个Ultra Raw 会更清晰一些 然后包括脸部的一些细节 再一个主摄 Ultra Raw格式 顺光 我觉得小米这样的一个 Raw格式的表现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台 能拍摄Raw格式的相机来去使用 那么跟相机的Raw格式来做对比 放大 大家这张应该看的比较清楚对吧 Ultra Raw这个细节 尤其是在顺光方向 因为光线比较充足嘛 它本来的Raw格式的细节就比较多 那你多帧合成的话 它会细节翻倍 让整个画面的观感会更加的接近相机 同时你也会发现像这种瑕疵啊 原来相机是拍不出来这种东西 这就是Ultra Raw它是多帧合成的一个证据 就好像相机有那种pixel shift啊 或者是SIMOS位移高像素模式一样 因为你在拍摄的时候啊 手其实会有轻微的晃动 那么通过连续拍摄多张啊 再通过后期的一个算法 去把多张的照片给合成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一些高片信息啊 就会一部分的还原回来 当然也会出现这种错误 所以说这个也跟普通模式一样啊 都拍两张选一张比较好的 我这个是专门选一张破损的啊 另外一张Raw格式的照片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 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 再来一个三倍的长焦的Raw格式 还是看到13Ultra的表现会要好一点 然后是我们之前对比过的逆光的长焦的 X7Ultra这边还是曝光一点奇怪啊 等我们拉点曝光 放大以后 有没有发现Ultra Raw的情况下 13Ultra这个长焦啊 虽然说它噪点比较多吧 但是它的细节会感觉更多啊 画面没有那么多涂抹的感觉 看得出来吗 我们再找一些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长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啊 一个120毫米和一个155毫米做对比 加一些AI降噪的话 我觉得它是能打个平手吧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觉得X7Ultra比较让人失望的地方 因为你明明硬件上是有优势的 但实际拍摄出来的话 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通过这个逆光的Raw格式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13Ultra的Ultra弱式多真合成了吧 背景的这个天空专门被压暗了 后面这个楼是比较清晰的 它不像X7Ultra 它只拍了一张Raw格式 所以它会有跟相机一样的洗白的效果 然后同时背光处的人物的面部 也是比较亮了 同时它的解析力也比较高 我把曝光调整一下 拉一下阴影 你会发现背光处的人物的面部的解析力 会要更高一些 尤其是发丝的细节 然后再继续 同样的通过这一组照片 后面天空 夕阳的一些余晖 能看到天皇 对吧 它也是专门去压高光 而且是在这么复杂的树枝的中间 来进行抠像去压高光 你会发现它抠的还挺自然的 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痕迹 有没有发现 这树枝边缘会有一些不自然的过渡 这个就是高光专门去压制下来以后 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 如果你放小图的话 天空是不会过曝的 并且背光处的人物的人脸 你很明显看得出来是更亮的 然后我这边 即便是把这个高光压下来 它交叉也是没有办法把天空还原的 我可以拉阴影 可以把人物脸给拉出来 但是暗部也是有点偏色 有点偏绿 我再调一下白平衡 反正是你怎么调这个效果 都是没有 这个Ultra Road直接合成效果好 然后我在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眼 面部的细节 发丝的细节 Ultra Road就可以跟相机摆摆手腕 更不要说这种逆光时候拍风景 也调整一下曝光 压高光 拉阴影 我拉完以后 大家会发现Zultra这个天空 它会压得更暗一些 尤其是我们刚刚看下下面这个字 这个字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解析力会更高一些 好 我们再继续Raw格式之旅 其实我之前拍JPG的时候 就是顺便拍了Raw格式 所以我想看一下 比如说你会发现在这种相同的场景下 JPG格式 X7Ultra它是占优势的 但是如果拍摄Raw格式的话 X7Ultra就劣势比较多了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会发现X7Ultra 它其实比较适合直出 对吧 我们刚刚看了 不管是主摄也好 人像模式也好 直出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些后期的空间 自己拍摄Raw格式 像相机一样去调整的话 很显然 X3Ultra它的Ultra Raw 能够让你在只付出一台旗舰手机的成本的情况下 你不用去买那么多镜头 直接拍Ultra Raw 就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好的Raw格式的体验 画质是非常接近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解析力 所以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在说 其实像X3Ultra这种拥有了跟相机 Raw格式一样解析力的手机 是非常适合入门的 就是因为一台相机 你想要拍的好 那你肯定要买很多的镜头 但是手机本身就有很多的镜头 只要几千块钱就可以了 你相机你买几个镜头 那都奔着一万两万去了 不要说机身了 就是你可以花大概20%的钱 获得一个80%的效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 对吧 然后我们再放大看一下 要看一下 只要是顺光的情况下 Ultra Raw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画面的解析力是很好的 然后再放大看 你会发现 还是那句话 就反复再提13Ultra的Ultra Raw 确实画质很好 而且我现在用的还是围着 APS上画质最好的镜头 像我们之前有对比 试码了31.4 它的画质还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那你想很多人 没有那么多钱 去买更好画质的镜头 结果你导致你 虽然说可能买了很多镜头 比如说一些国产的镜头 结果你拍出来 还没有一台旗舰 你手机拍出来的画质好 对吧 所以这就有点得不偿失 即便是用围着 这么好的画质的镜头 还是跟Ultra Raw 拉不开太大的差距 你更不要说那些 画质不好的镜头了 所以你现在买一台旗舰的手机 通过使用Ultra Raw格式 你已经可以获得 一个非常好的画面的效果了 尤其是你看 现在是跟大逆光 XXUltra 你单真的Raw格式 比较难去达到 跟多支的Raw格式合成 相同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高光 是不是 相比于XXUltra要差一些 很难拉回来 你在放大以后 在逆光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发丝的细节 是不是丢了很多 然后还是这种逆光的拍摄 这个Raw格式 本身就帮你做了一个HDR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之前做对比 JPAC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时候 小米的照片的 立体感比较差 曝光被压缩的很厉害 就是因为 它在拍摄的时候 这个Raw格式 本身就给你压缩了一辆区域 只不过说 我认为小米13Ultra 它的Raw到JPAC 这样的一个算法 不是特别好 所以导致JPAC照片 没有优势 但是如果你会后期调色 你可以用这些专业软件的话 你会发现 反而13Ultra 它给你更多的 后期调整空间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插戏Ultra就完全 天上这个鸭蛋黄 都没有了 对吧 你要不就是后期P一个 放大以后 你看一下背光 人物的面部的解析力 发色解析力 掉的很多 包括这张照片也是 我们之前比较JPAC 你会发现 X7Ultra会更好 但是使用Ultra Raw的时候 发现13Ultra 它好像也并没有落后太多 对吧 而且后面的高光会压得更好 X7Ultra这边拉高光 还拉不回来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 比较偏专业的用户来说 13Ultra 它能够挖掘的空间会更多 发色细节会更多 通过一些 不管是说现在Lightroom也有背景虚化效果的设置 或者说一些降噪 AI增强 都可以让你获得尽量接近于相机拍摄的效果 这张也是长焦 X7Ultra曝光出问题 很明显感觉出来 OPPO是不太在乎Rogue式的表现的 来看一下 这个是6倍的长焦和5倍的长焦 跟之前一样 13Ultra会感觉噪点比较多 但是X7Ultra也并没有很多的细节 其实13Ultra你用一些AI的降噪 你是可以达到X7Ultra的看起来低噪点的感觉的 但是并没有更多的细节 这个问题就在于这里 然后主射 刚才我们对比主射的时候 发现13Ultra它的锐度很高 但其实如果你比较Rogue式的话 你会发现反而是13Ultra的解析力会更好 尤其是屋檐上 虽然说是有一些摩尔文的问题 但是屋檐上的一些纹理 13Ultra是有的 然后包括这边的长焦也是 曝光 X7Ultra一直出问题 曝光加了以后 13Ultra高频信息是比较多的 就不像X7Ultra就把它糊成一坨 粘了一起 所以你虽然看着这个噪点比较多 但是其实噪点 它有些情况下会影响解析力 但是你如果强行把它给降噪 或者说你本身的细节没有那么多 即便是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噪点 但其实它也是没有解析力的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干净的糊 包括三倍 X7Ultra总感觉画面偏绿的 很明显看得出来 13Ultra墙面的砖的细节 纹理包括树叶上看到没有 这些树枝上面的高频信息的纹理是非常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在用14Pro去跟大疆的Pocket 3对比的时候 拍照片的差距非常大 就是因为小米有这个Ultra Raw格式 它相比于竞品的手机 未来一年竞品的手机表现都要更好 更不要说那种只有1200万像素的 没有任何算法的口袋云台相机了 对吧 比的差距肯定是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在选择留机器的时候 没有留X6Pro 就是因为我看上了13Ultra的Ultra Raw格式 所以我日常出去拍摄的时候 我知道13Ultra的Ultra Raw能给我一个很好的拍摄的效果 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会想 我就不带相机了 我带一台13Ultra 抬手就能够拍摄 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能够接受的照片 因为很多情况下拍摄不需要那么高的解析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尽量能够接近相机的画质 13Ultra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包括这种逆光 多人合成的时候 原片就能够让你获得一个比较自然的包装 但是长期Ultra你就必须要去手动去调整 你阴影一拉起来全是绿的 你这时候又要去校正绿色 这个就调起来没有什么空间 但是13Ultra你会发现弱格式的质量是非常好 如果再放大 你会发现因为这个是长焦 至少13Ultra不拉胯 对吧 你看不出来它跟X7Ultra在长焦方面硬件方面的差距 这个就是算法的牛逼之处 我们在了一个三倍的焦段 三倍的焦段我们的差距就比较大了 你可以看到纹理的细节都是不在同一个水平的 13Ultra能够拍到衍生光 X7Ultra就没有衍生光 就是这么一点差距 我们刚刚对比JPG格式的时候 X7Ultra就不好 为啥它的JPG格式不好 就是因为JPG格式是从RAW格式转换过来的 你如果是如果没那么好的话 画质肯定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好了 底子不好 你后面再怎么去提升去调整 都是不太行的 在调整放大 大家看一下 你会发现暗光部分一提亮的时候 造点非常多 但13Ultra就比较干净 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屋檐下面那个细节 13Ultra你拉起来以后 你没看不到任何噪点 对吧 这个就多针合成 它其实也有降噪的一个功能 非常的干净 干净的同时 它还有细节 这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你看X7Ultra这块就涂成一坨了 但是13Ultra这边是有细节的 那白天比完了 我们再来比晚上 晚上的时候 这个差距就会更加的明显了 这拍个格式 刚刚比了 好像拉不开差距 但是一到Ultra网 你会发现小米解析力为什么那么好 再把阴影的部分一拉起来 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你会发现这个发丝 13Ultra是有保留更多的细节的 然后眉毛 看到吗 更多的细节 那因为你拍摄这个弱格式 你即便是你觉得它的可能白平衡不太好 那你稍微调整一下 加一点平衡 是不是这个肤色就看起来更好 反而是差跤出来 你这边就是你怎么去调它 感觉这个肤色都不太对 为啥不太对的 就是因为这个弱格式色彩丢失了 尤其是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它看着好像是噪点比较低 但是它的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有丢失 就会造成你在后期调色的时候 就你感觉怎么调都不对 就好像你用拍JBG和拍这弱格式 你后期调 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你的信息更多 你后期调整 更加容易 更加的准确 你像这种 比如说你觉得它过锐的吧 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 把它皮肤给磨皮 优化掉 但是如果你的整个画面细节 都是缺失的 你是没有办法还原回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跟那个锐度一样 你可以加锐度 但你还原不出来解析力 但是如果你有解析力的话 你不想要它这么突出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模糊 增加磨皮 是可以把它给降低的 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然后我们再跟相机晚上做个对比 那因为拍上弱格式 它又没有背景自然的虚化的效果了 肯定是跟相机的大光圈没法比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解析力 放大对比以后 你会发现夜间的时候 解析力还是下降的比较厉害 因为毕竟底是在那摆着的 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加一个真正的1.4光圈的镜头 跟手机来比的话 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但是这两台手机来比的话 你还是会发现 13 Ultra它的解析力会要更好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放大以后 还是相机在夜晚里面拍摄 有比较大的优势 然后我同时去增加暗部的曝光 一拉起来 大家看一下 尤其是黑色的头发 因为你本来头发是黑色的 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它会更黑 所以这个时候 手机它的宽容度就会处理不了 即便是你有Ultra RAW格式 它即便是多帧合成 它跟相机的 直接拍摄出来解析力 还是有些差距的 所以就是给大家说 现在手机在白天 还是能够跟相机摆摆手腕了 但是一旦到光线这么暗的情况下 越到极端的情况 光线越暗的情况 手机跟相机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如果你只是平时白天拍摄 这种静态的人像 一定要到光线特别暗的地方 或者是拍活动 需要快门速度更高的情况下 才能拉开比较大的差距 这个又是主摄 我们再把曝光拉起来 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没有把曝光拉起来之前 就觉得好像 X7Ultra是很正常的 对吧 如果把曝光拉起来以后 你会发现 X7Ultra画面的绿都不行 虽然13Ultra 它也是有一些白平衡的问题 但是你看 我调整一些白平衡 又可以还原到我当初 我们在现场这样一个环境 但是X7Ultra就比较绿 你再加品红 你加品红 这个人物肤色就变了 如果不把品红加上去的话 环境就变成绿色了 你加点色温 肤色就变得偏黄 所以 这不光是说几系列的问题 几系列你可以看到 13Ultra是很好的 而且颜色 你拍摄ROG式的时候 由于X7Ultra 没有很好的 ROG式的调整的空间 即便是你拍摄ROG式 它的颜色也可能奇奇怪怪 你怎么调的感觉这么丑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 因为ROG式的质量是比较一般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夜景的ROG式 很明显发现 由于13Ultra的多帧合成的 Ultra ROG式 它就可以把高光给保留下来 同时把暗部也能够进行一个合成 但是相当的情况下 它叫Otra 它高光 虽然说保留了 但是的暗部就死黑一片 那我当然 我可以给它拉起来 把高光压下去 你会发现颜色非常奇怪 我给它要调整一下色温 暗部的一个率 不知道完全怎么 不知道怎么消除 但是13Ultra这个ROG式 你会发现 你稍微调整一下曝光 就感觉整个画面是挺不错的 就放大再看一下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老虎上面的一些纹理 包括 你看远处的楼上面的窗户的细节 包括屋檐上细节 是不是差距非常大 对吧 这个就是拍一张和拍多张 合成区别是非常明显 刚那个还是长焦 这个是三倍的焦段 三倍的焦段 这个高光 X7Ultra完全给丢掉了 就算把高光压下来 你会发现 它的颜色是不对的 有没有看到 泛白的 泛灰的 这个就是因为 它已经颜色溢出了 你不管你怎么拉 就拉不回来了 但是13Ultra 它是多针合成的 你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合成的时候 有一些像素合成失败的 一个烈化的现象 但是你整体的观感 会感觉它的动态范围是很好的 然后看一下牌匾上的文字 对吧 你通过13Ultra 你这边还是能够辨认出来 这是大概什么字 对吧 但是X7Ultra就不行了 如果你更不要说 我再把音音给拉起来 整个画面的暗部的解析力 X7Ultra会降得非常的厉害 墙面的细节 基本上都没有了 包括下面的文字 什么的 区别是很大的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拍人的话 整个画面的动态范围 你就会保留很多 对吧 你比如说衣领上的毛的细节 包括人物面部的细节 更不要说主摄 你看墙面上 灯笼的灯打在墙面上 在晚上的 尤其这种人造光 光比是非常大的 拍不出来这些细节 但是Ultra Raw 多人合成 就可以保留这些细节 同时在人物面部的细节很多 但是如果你让人物面部 就朝向光线的方向的时候 它是可以让你有很大的 后期的处理的空间的 不过衣服上的纹理的细节 你可以看到编织的纹理 但是X7Ultra就涂成一坨了 就完全没有纹理 包括刺绣 看到吗 这个针一针一针的 你都能看出来差别 你看相机 这个Rawg是 这个原片之初 它都是过曝的 看到没 跟X7Ultra是一样的 质感是跟X7Ultra一样的 即便是你这样 你拉高光 跟X7Ultra一样拉高光 你都会发现 这个高光的部分 是有丢失的 但是13Ultra的Rawg是合成 可以把一些高光的 过曝的部分 给它保留下来 虽然说有一些合成瑕疵 但是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 其实13Ultra看起来 动态范围会要更好 视频方面 由于我节目最开始说过 Band X7Ultra 在专业的视频方面 它是有功能上的缺陷 所以不能够跟小米的13Ultra 做一对一的完整横平 我就只做了一些 普通模式的对比拍摄 看看相比于13Ultra 在视频模式下的一些短板 它的优势有多大 在画面解析力方面 由于两台机器 几个镜头的硬件规格都差不多 所以不论是超光角 主摄还是长焦 看起来画质差异并不大 唯独是三倍的焦段 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底更大的Band X7Ultra 画面的解析力 是要比小米的13Ultra更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 4K60帧的情况下 X7Ultra它的长焦画质 下降得很厉害 我在后面拍鸭子的时候 都复现了这个现象 放大以后会发现 X7Ultra它拍摄出来的毛发 明显是不如13Ultra 长焦这么清晰 色彩方面 X7Ultra它在绝大多数的场景下 曝光相比于13Ultra 都是偏暗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并不是什么坏事 反而13Ultra在控制曝光方面 它跟照片一样 有这个对比度比较差的问题 尤其是三倍和五倍的长焦 在光比比较大的场景下 拍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面部的立体感 会由于动态范围压缩太过了 导致很扁平 这个是我用13Ultra这一年 拍视频里面最讨厌的一个问题 相反的X7Ultra虽然说 看起来这个画面的动态范围没那么好 但是直出的画面是比较舒服的 对于不喜欢调色的用户来说 这个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肤色方面 X7Ultra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偏粉嫩的 所以比较讨喜 13Ultra就相对来说 比较偏黄一些 当然在室内光线 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两台机器对于人造光照射下的皮肤 处理都不是让我太满意 防抖方面 超广角我是没有看出来太大的区别 毕竟都没有光学防抖 从靠数码防抖 主摄的防抖 X7Ultra表现得非常诡异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认为它看起来 要比13Ultra更稳定一些 但是一旦到了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或者说拿着手机往前走的时候 你就感觉 X7Ultra的防抖好像失效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侧面进行跟拍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不是特别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倍的长焦上 你会发现13Ultra 它会出现画面的轻微晃动 这是在正常的模式下 是有开数码防抖 也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 这也是我之前 不太喜欢13Ultra的一点 而X7Ultra 你会发现它就画面非常的稳定 包括你去运镜的时候 移动也是比较平滑的 但是五倍六倍长焦的话 你反而发现 X7Ultra变成了画面有轻微的抖动 13Ultra反而是看起来比较稳定 在防抖方面 这些毛病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理解 在不同的情况下 这两台机器表现都有油有力 另外我发现了 在关闭了数码防抖以后 使用专业模式拍摄 纯靠镜头的光学防抖的情况下 X7Ultra的画面明显比较晃 所以说明X7Ultra 它在镜头的纯光学的防抖性能上面 是相比于小米13Ultra更差一些 对焦方面 两台手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差不太多 相位对焦 都能够比较快的识别被设的主体 也很少出现跑焦的现象 唯独是13Ultra死妈的两颗长焦 对焦有时候会出现抽风 长时间对焦上焦 这个也是我对于13Ultra 比较诟病的一点 不过说来说去 毕竟小米13Ultra是一个上代的旗舰 范子X7Ultra在视频方面有一些优势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视频方面的全面的对比 我会在后面小米14Ultra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做更详细的测试 好通过这么多对比 我相信大家对于 OPPO的范子X7Ultra 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它的三倍的镜头 确实相比于13Ultra 还是有优势的 毕竟它是继承了X6 Pro的 1.56分之1的CMOS 但是除了这个镜头以外 其他的焦段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甚至有些功能 还有一些劣势 这连去年的 镜屏厂商的影像旗舰都干不过 更何况现在13Ultra 如果你去闲鱼上看的话 甚至3000多 4000块钱就能买到 相比于你一个7000块钱的 全新的机器 性价比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难吹 OPPO FINDEX7Ultra 它的影像方面 有什么非常大的亮点 我还是尽量在大便里面挑黄金 找了一些亮点 比如说我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发现它屏幕的亮度 还是足够亮的 尤其你主动的去调整 自动屏幕亮度的时候 你调到最高的时候 它是屏幕非常亮的 取景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然后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你是可以在里面去选择 高效图片存储的 也就是说HEIF格式 拍摄出来照片的格式 相比JPEG格式 它会小很多 但是拍摄出来的照片质量 反而会更好 所以如果你拍摄照片多的话 它可以非常大的 去节省你的存储空间 另外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拍摄4K60帧 现在开始拍摄 你会发现它是可以直接 在4K60帧的情况下 平滑变焦的 最高是可以到10倍 你会发现 它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 镜头的切换 还是非常平滑的 虽然说镜头切换 会有一个跳变 但是可以让你在 不停止录像的过程当中 切换镜头 我觉得这个功能 相比于13 Ultra 只能够拍摄4K30帧的时候 切换镜头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这点我是挺喜欢的 XG Ultra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三倍的焦段 和六倍的焦段 相比于13 Ultra 最近对焦距离要更近一些 因为最近的一个固件的更新 OPPO释放了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的能力 这组对比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三倍的长焦 它的对焦的距离 相比于13 Ultra更近一些 那么你在拍一些 细小的东西的时候 会能够获得更好的 一个放大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几系列差距 还是有些多的 如果你想拍一个小鸟 或者是拍菜 这个效果肯定更好 这个六倍的长焦 相比于13 Ultra 这个五倍的长焦 它的差距就更大 你会发现 它可以把眼睛 封得更明显一些 我在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解析力差距更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六倍的长焦 它其实拍摄距离 会更近一些 但是它的画质 会更差一些 我放大以后 大家会发现 其实三倍的大底的焦段 即便是它的放大倍率 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更多的细节 所以我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是更多的使用 三倍的焦段来拍摄 不过 即便是它的对焦距离 这么近 它相比于 小米14 Pro的 最近对焦距离 还是有些差距的 你会发现 小米14 Pro 它三倍的长焦的微距 真的是偏微距了 还可以看一下 它拍的眼睛 要相比于 XCIOTRA的六倍的长焦 还要更近一些 同时你放大看以后 它的细节会更多 很明显 你能看到 小姐姐 这个美瞳上的纹路 但是XCIOTRA 这个三倍 看不清这些纹路的 对吧 包括眼睛上 血管的细节 一些很小的血丝 都是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实在是需要一个 这么大的 放大的倍率 可以去考虑买小米14 Pro 但是 日常用的话 我觉得 翻的XCIOTRA 三倍的长焦的能力 已经是足够 我日常去用了 基本上 除了这几个点以外的话 我真的是实在找不出来 XCIOTRA 有什么亮点 而且 我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 OPPO用的电源 是Walk闪充 但是电源 它是不兼容PD标准 也就是说 你想要快充的话 你只能用原装的充电器 但是如果你手头上 有其他的 PD的充电的充电头 你是不能够给 XCIOTRA进行快充的 而原厂的Walk闪充 你也是不能给其他的 支持PD的设备 进行快充的 但是小米的充电器 它是兼容PD的标准 可以给其他设备 进行100瓦的快充 同时 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PD的 快充的充电头 是可以给小米的手机 实现100瓦的快充的 所以我在日常 出去旅游的时候 充电器是不能够混用 是非常不舒服的 但是小米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去总的 看下来的话 XCIOTRA 超光脚 长焦都没有优势 到现在为止 没有视频的Log 没有拍摄照片的Rowplus 所以它称之为 一台影像旗舰 真的是当之有愧 而且它的价格也这么贵 连13AUTRA都没有干过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去买上这样一台手机的 而且我现在看了一下 闲鱼的价格 我这个配置 5500都不一定有人想要买 所以相当于 直接亏了1500块钱 如果说是为了 它这个三倍的长焦 那我为什么不去买一台 去年的X6 Pro 当作背机呢 而且它的超光脚 也是1.5六分之一 超光脚拍摄的画质 还要比这台 XCIOTRA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 我这段时间 对于XCIOTRA的 一个使用体验 就是这台手机 真的是发布的太早了 很多东西都没有调整好 如果是等到过一段时间 说有新的固件 OTA更新 支持了LOG的功能 支持了RAW PLUS功能 那个时候 小米14Ultra都已经出来了 觉得这个X7Ultra 相比于14Ultra 还有什么胜算吗 好吧 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 对于各位想要购买 半的X7Ultra的人 有帮助啊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